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珊 另外是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全民造星5》其中有一个参赛者叫魏廉恩 当时被指为顶头大热 殊不知因为她的前女友做了空中飞人 因此她的前女友的朋友 家人等等 也在社交媒体说了一些事情的细节 也牵涉到魏廉恩这份 说她如何如何 说自己要做明星 要跟女友分手 又跟她借钱 还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又是什么山流言 又是什么不回覆她 总之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因此女友有这样的决定 当然令人伤感 如是者 大家都在想着 有这样的事情 你还去参赛吗 不是吧 殊不知她在比赛前的半小时 决定要退出 本来大热的她 神仁了 约磨八个月左右 现在又出来做什么呢 话说她较早前为陈磊的演唱会做嘉宾 她不是出来唱歌 而她出来打鼓 我看到她的造型 又做长头发 又做饰物 又化了美妆 当然你来做嘉宾也要尊重陈磊 陈磊好像是拿了戏册的最受欢迎女歌手 我记得她不知她拿到哪个 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 但她唱过什么呢 对不起 一首都没听过 没听过 我不知道 可能这些都是新一代 我们隔维已经变老了一代 所以对这些新一代没有多加留意 这是一件事 咦 这是谁来的 但一看 这就是艺念恩 咦 这是谁来的 还要做嘉宾 那些网民很厉害的 找到她这个复出做嘉宾这一天 正是她的前女友 做了空中飞人的位置 真是很不幸 Jesse的生计 哇 这些网民就生气了 为什么呢 就先说前女友 都忘记了她什么时候生日 还是怎样 但是你记住 这个Nayvon 我还很记得她 她隔了一段小小的时间 就是她前女友的这件空中飞人事件 她也出了一个帖文 就说什么感谢她 又是什么陪了她什么时候 什么心目中的天使 然后船迹就被人踢爆 你问了借钱 你迫到她是这样的 就是为了做明星 这是一件事 这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但是你说她有没有解释过 就是艺念有没有说过 究竟有没有真的这一件事 现在也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是怎么也好 如果一个前女友弄成这样的话 是不是做男友的 或者叫前男友 都可以劝下去 或者不要因为自己要参加 《全民造星》而去到这么尊重 尊重呢 我又觉得有相确的 反而是 也可以说 女友会不会精神状态出现了什么问题 还是怎样都好 这个我们去到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你说会不会要避忌她的生忌 又不出得来做复出呢 那怎么也好 你做公众人物 想进入娱乐圈 或者想在娱乐圈做得好的话 你一定要有观众缘才行的 对不对 嗯 不过很不幸就是 由于她过往所遇过的事情 看来她的观众员就不一样 如果你说也不需要理会这么多 或者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有时候你做艺人 想进入娱乐圈 真的要避忌一下这些 等于这样 我们看到谭永伦那些 要拍拖要成 或者要结婚 或者要生小孩 都要隐隐晦晦 像刘德华那样 我们都知道你隐隐晦晦 有拍拖 然后后面结婚 生小孩 她都要等到某一个年纪 才可以 我们回到这件事 还未够爆 最爆是什么呢 虽然你说 这个是哪位 叫做COLA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 叫Dae 原来现在就传出 原来他们两个已经被摊了一排 被摊 哈哈哈哈哈哈 那又如何呢 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Naven就神仁八个月了 是 那是不是这八个月里面被摊了呢 八个月呢 扣一扣一扣 那些人就在说 原来他跟这个阿Dae 是在去年的八月 原来已经被摊上了 媒体用这个字眼 被摊上了 就是被摊上了 就是叮咚的 就先达通天地线 这样吗 说他们两个有朋友介绍他们认识的 因为这个Naven就 脱出了 本来打算大热的嘛 我赢了的还不是新姜濤 是不是呢 新姜濤就差点了 差点了 喂 姜濤会不会打鼓啊 你看我多厉害 又有什么帅子 有很多粉丝 还是怎样 这个是一件事 就是他未赢 也有很多粉丝跟着他 因此就退出 很不开心 就说这个阿Dae 介绍了他之后 两个就 黏在一起 陪着他 所以就会变成了 两个一拍即下 又说什么低调 还是怎样的 虽然 就没有说什么公开 什么一起的 但是有网民 又说在外地 撞到他们两个拍拖 甚至乎 圈中不少的人 都知道他们两个拍拖 那就搞笑了 即使大家计算一算 你的前女友 五月就因为这件事 这么大件事 就离开了这个世上 三个月后 就跟另一个女孩 叫做看着 有些人就会去想 或者去说 是不是一个渣男 或者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又会这么快 跟别人拍拖 行不行的 你怎样可以 起码都要等三年 守寡 女人都守寡 男人都要的 是不是这样 因为爆出 你们两个说了分手 即是你和Jesse 已经提出了分手 分手之后 再借钱 可能大家忘记了 这些前民后利 接着还要求 删除拍拖的证据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 人们说她是渣男 为什么Jesse的朋友 出来谴责她 爆她的瓶 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她也顶不住 然后就要退出 可能深入不甘 或者怎样也好 或者以为这件事已经凋淡了 如果真的因为纯粹分手 如果不关自己要做全民造星 而分手 然后有这些不幸的事件出现 我想大家都不会这么怪责 这个人也没办法了 有人可能分手接受不了 但互相已经不能再在一起了 所以人们说她是亡因负义 就是这样的意思 人们先说她是亡因负义 然后这个亡因负义的人 我们说你亡因负义 三个月之后 就立刻和另一个女生在一起了 记住 她当时说她要去全民造星 她要做明星 她未来会有很多粉丝 或者不想拍拖 所以就和她分手 这是之前和Jessie的女士的一段过去 你又说不想被感情影响你造星 然后你要分手 但是三个月之后又和另一个女生在一起 这个当然了 你说她是召唤的成员 她是艺人 那是不是你又看得好像转态转得很快呢 有不算的 是不是呢 你之前那个都走了 人都不在了 都要找另一个 填补空虚的心灵 是不是呢 还有 就是因为 之前那个死 搞到她的星徒尽毁了 都不用造星 那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去 找个新的 拍拖了 是不是呀 假设 如果你不造星 或者我当你做保险 你做了保险的然后再去认识了这个 COLA的 叫Day这个女生 可能大家的反应不太大 Day 日子 Day的日子 是的 中文叫什么 阿天 阿日 阿日 不知道是否叫什么 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 有些人说她很可爱 我就不懂得欣赏了 是吗 大家会觉得 哇 你转头又跟别人一起 你不是说担心会影响什么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扑头的话 你被人拍到你跟她什么秘撻 可能也没什么 但是现在 看到你好像很精神 或者很有型地打鼓 那些人就觉得不值得了 就是觉得有没有搞错啊 做什么 想复出Polo 但是如果现在 大家会觉得 好 我们一起射爆她 让你不能够再做声 哎呀 那难为阿Day了 对吧 阿Day也想拍拖的 你不能经常看着Naven 阿Day也有拍拖 恋爱的自由 他最逃哪个 对不对 也有他的选择 我觉得是这样 并且Naven的前度 Jesse自己也走了 不可以怎样 人死也不能复生 记住 我们也看到 Naven也有出过一个长文 也有道歉 当然我们也明白 人死也不能复生 也不希望 Jesse的家人 不要受到Naven的出现 然后再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情 也没办法的 这个Naven 可能他也有自己的生活 你说 他能不能够再做明星 是不是想复出 还是今次的打鼓 是试水温而已 他有没有公众园 有没有机会再做 有没有什么情况 可以大家原谅他 还是怎样 不过老实说 这个网络媒体的时代 我想真的难些少了 难咯 是的 现在小估不到 我觉得也认为是试水温 但是这样 一被人报道了之后 网络上的反弹也挺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这个观众园是无缘的了 与其是这样 不如就转弓把吧 更好过发明星梦吧 当然了 在生的人 他有自己的生活 和自己选择的自由 这个我们也很难批评他太多 感情的东西 真是说不定的 对吧 这个他完全不定的 这个是他有自己戀愛的自由 他喜欢什么时候再和第二个在一起 也没有特定的限期 三个月还是三年还是三十年 或者终生也不能再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当然 这个阿Day和他在一起 你自己考虑 这个人究竟是怎样的呢 他们两个才知道 我们也不认识他们两个 对吧 可能两个都是这样的 玩一玩一玩又可以 这个我们也不认识 怎样都好 要做艺人的话 真的好说人缘 观众缘 如果不行的话 他自然就会被这个市场淘汰 而你缺乏这件事 事实上是很难彌補得到的 那一次的事件 的确是令人感到 和他在表演上的形象 和真实的形象有很大差距 所以在这件事上就被人记得 但是公众就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记住那些坏东西 好东西就没人记得的 对吧 大家怎么看呢 不妨一起留言说一下 好吗 因为我们的角度 或者观点 或者我们就着不同的人的人生经历 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 自由讨论一起说一下 拜拜 好 拜拜